因为上个礼拜农委会主委陈武雄到宜兰遇到的车祸还挂彩了 那么今天呢他很敬业的到立法院接受备巡 但是男律立委对他没有手下留情 上一次用萧姜直询还丢过去的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今天针对老农津贴的议题开炮 而国民党立委李庆华更酸咯 他质疑说陈武雄该不会是蔡英文的亲戚吧 要不然中南部的农民怎么都不喜欢你呢 即便车祸挂彩农委会主委陈武雄照样背询 一上台却马上被酸 激烈背询又多激烈主委您真的没问题吗 因为来立立委怕的都是316元的老农津贴 调明讲主委是来乱选其英 何臣武雄有17年交情的国民党立委钟绍和 这一回也和敌人站在同一阵线 还不时在台下拍手叫好 立委当然是见缝插针 他摄了17年 不需要这么多艰苦 不需要这么多大声 我想钟绍和现在心肝的 有一条歌可以形容他 农切意义的叫做不如不要摄了 车祸的伤还没复原 只能走路慢慢来 来到立法院得到温暖又不如预期 这一天陈主委 申心灵想必都去皮 三地行为杨上千 严禁宇台北采访不到 好 可是怎么发生了车祸了呢 陈武雄他自爆说 他当时坐在后座 但是他没有系上安全弹